盘点四种能大范围伤害的蜗瓜 如果有更多魔改版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都知道 在原版中 蜗瓜攻击距离一格 能对一格的僵尸造成降维打击 在这一格中 它是最强的 哪怕一千个僵尸站在一起 它也能把僵尸全部消灭 于是它有二种进化方案 第一种是无限增加单体伤害 进化成核弹蜗瓜 第二种是增加范围伤害 本期盘点四种能大范围伤害的蜗瓜 第四名 祭板蜗瓜 祭板蜗瓜砸地时 会给周围三乘以三范围内僵尸 造成200点阵地伤害 只有270点血量的普通僵尸 直接被蜗瓜击败 祭板的银币僵尸也非常神奇 被蜗瓜击败后 会召唤出其他银币僵尸 第三名 坑板蜗瓜 坑板蜗瓜对三乘以三范围内的僵尸 造成200点伤害的同时 造成额外减速效果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站在角落的450点血量的僵尸 会被它秒杀 第二名 冰火板蜗瓜 冰火板的冰冻蜗瓜能压扁接近的僵尸 并且冻结一定区域的僵尸 攻击范围三乘以三 那有小伙伴知道 蜗瓜能冻结僵尸多少秒 第一名 GK版蜗瓜 这个蜗瓜是所有蜗瓜中 群攻能力最强的 GK版蜗瓜砸下时 对全屏造成200地震伤害 无视二类防具 蜗瓜砸下后 会留下一个持续10秒的坑 特别提示 如果蜗瓜跳到水里 就不会触发地震伤害 哦